以前有位厌典的妻子 她的妻子 曾经以人失通 又脱去邻居一条索金 邻居斥责辱骂她 厌典 就自我诅咒 又作他人说 我的妻子如果真的以人失通 以及脱窃你的索金 我当受天打雷屁 否则你就要遭受天打雷屁 过没多久 不知什么原因 厌典就死于雷屁 邪下有四个字说 吃人饱妻 她的妻子也被雷打死 写下也有四个字 说 行间为道 这一段 边争边爱 制作作她 厌典的妻子 常以人失 我们前面也有讨论过很多 这个邪影的故事 见她色美 起心失之 很多 邪影的问题 在现在这个年代 可以讲是非常的 严重 那我们今天 想借这个 制作作她 偏称偏爱 我们来 报告一下 邪影的果报 这个厌典的妻子跟人家诗通 被雷神批使 写下写的四个字叫行间为道 证明什么 证明因果不空 自作自受 那这个就是 自作内不可活 所以 讲到邪影的果报 其实都 很惨烈 但是众生 都像灰我扑火一样 没有办法 借除这个邪影 等到果报现前 都已经 后悔莫及了 所以我们现在探讨的就是 邪影的果报 那么这一段 我们希望 作为抛砖引力 有看到这一段 曾经有过邪影行为的 或者现在有做过邪影行为的 希望能够悬崖勒马 引力为鉴 有些点是 不见棺材不流泪 有些 有些点是因为 没有天经文法 没有人教育他们 所以他们患下这个邪影的罪业 一般来讲 作为出家人 不管比丘 比丘尼 还是撒米 撒米尼 都必须要断除一切不进行 这个在 犯网经里面 要求的很严格 那么任天经里面说 盈利是生死轮回的根本 如果想要处理世间 首先必须要断除 盈行 所以出家人 要断除一切盈行 这个是 基地上 要求的 那对在家人来说 邪影是指 本来自己有妻子 却对属于他人的女子 或别人的妻子 做不进行 一般在家的人 要断除一切不进行 是很不容易的 也就是说 在县史的所有里面 都会偿换 我们这边最近就发生很多这种公案 有一对 邪影的 男女 坐在一部 宝马的车子 BMW车子里面 在我们新北市中和的一个 登山步道旁边 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两个就是 横死在这个车子里面 那么男的 下半身全部赤裸 就这样子死掉 找不到任何的正气 任何的死亡的原因 被郭文书哲 抓到阴间去受报 所以佛陀 也没有要求在家 在家祭司 一定要断领 但是 在 共同的死不善恋里面 就是 死欧恋里面 淫类指的是邪淫 那么在居士所受的五戒里面 淫戒也只是要求断除邪淫 当然菩萨戒要求更高了 菩萨戒 是不能淫义 他因为是论心不论事 你只要动心念就算了 那么小圣戒 是论事不论心 按照严重的程度 按照严重的程度 邪淫可分裂三大列 就是大邪淫 中邪淫 跟小邪淫 大邪淫是对母亲 对阿罗汉尼 比丘尼等 做不进行 这是属于五五间罪 那么在佛经跟 论典里面 染污阿罗汉尼的故事非常大 这个是 属于五五间罪 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中 里面有 有说 玷污生尼 当度五五五间第一 所以 染污生尼的罪非常的大 照这一类的恶意的 不但来是会堕入地狱 甚至 即使 活的时候 也会 遭受现前的苦果 在 唐湘清居士所编的英国报应录里面有记载 在 中国近江 有一个叫喜兆勋这个人 有一天 他经过一座尼庵 看到一位很貌美的 莲少的比丘尼产生的贪心 比丘尼坚持不宠 但是这个习某就强暴他 第二天习某无故发狂 最后自己咬断手头而死 那么中邪影是指 不仅对别人的妻子做不进行 不仅对别人的妻子做不进行 而且对自己的妻子在白天 灾戒日 认诚期间 就是怀孕期间 在不愿意的情况下行淫 或者在佛像 佛塔 佛经 以及 这个截然之内 行淫 中邪影的罪过也很严重 那么有些文人也是如此 现在就是网络的色情文章 色情的图画 色情的动画 现在是非常的患烂 像这种描写 让你贪欲的事情 独卓看了以后 它会产生强烈的贪爱心 还有邪影的心 或者淫义的心 那么这些作者 因此造下深重的作业 墨学在《现代英国报应录》里面就提到 这个 宋朝的 黄亭坚 这位 当官的文学家 他的诗词 非常有名 他写过很多 难以情爱的 厌词 有一次他 拜访这个 袁通秀禅师 袁通秀禅师 贺制他说 你身为大丈夫 法有盖世文采 难道 竟用来写这些动人邪诗的 哀厌词章吗 当时跟他去的李博石 他喜欢画马 他的精神气质 也都化为马 他的妻子见到自家床上握的是 一匹马 禅师就说 李博石天天心想马 要堕落也是堕为马 那你的厌词 诱动天下人的银心 你的报应恐怕是要堕落第一 黄廷坚听完以后 毛骨悚然 忏悔谢罪 因此绝笔不再写这些 这个 厌词 但是可能是因为以前他写这个厌词的越成熟了 所以他一生世上也堪坑多烂 两位爱妻先后死亡 老年的时候多病缠身 明代 写金平美的作者 他书中描写很多淫秽的事情 历史记载 他三代祖孙都是亚伯 五代以后 绝了后代 因此 即使一个人 没有亲自行协议 但是因为他而导致悲凌其淫恋 造淫恋 他本人也必须 要负责 他所积下这个可怕的罪业 那么现在司空入下来 传播淫秽的人很多 甚至有些 模仿西方人 身体上没有任何遮蔽 在众人面前楼体表演 或者 只贴一块 透明的这个 遮羞布 大陆也曾经媒体报导出来 躺在餐厅的 食物台上面楼体的 梅泥 只在三点的位置盖上透明的布 然后上面放一些 这个 鱼片 像这个是怎么样 这种楼体表演 自己的类型 落在这个 肢体上文字上 经过媒体这样传播 那个果报实在是无法想象的 那协议有什么果报 然后呢 邪影的异守果 异守果报极其可怕 它的种子你会到下一次会成熟叫异守果 根据它动机的强烈程度 邪影者会相应到 陀入三恶道 三恶去 以下品的贪嗔痴之心的行邪影 会逗入旁生 就是畜生道 以中品的贪嗔痴之心的行邪影会逗入恶鬼 以上品的贪嗔痴之心的行邪影会逗入地义 例如佛说 大圣日子 王守问经 里面有提到 下类淫逸行 直往已无间 受苦不可当 三世佛接受 那么分别遗言行邪影的人 转生 到地义的铁柱山 或转生在不近的淤泥中 或转为女人胎中的寄生虫 邪影的感受等流果是 即便转生为人 妻子也会不争良 被他人 强强 或者 妻子 不称自己的心 就是你不能得到如意见识 就会常常夫妻不合 叫做不称自己的心 或者夫妻关系不和睦 所以现在很多夫妻 整天吵闹不休 就像不共戴天的仇敌一样 最后不得不分积 离婚 佛经上对这个 讲得很清楚 这个 大部分都是 自己往昔 邪影的果报 现在很多人的家庭生活 充满了吵闹和泪水 事实上很多 这些在家人对家庭生活的 投诉 总是觉得 总是觉得 世间人为感情或婚姻互资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去经营 却没有时间对自己 今生来世 有意义的事情 比如说解脱道 安乐道 安乐道 菩提道 去做努力精进 所以世间人其实 佛陀说是可怜民主 所以佛陀说 诸行无常 有乐皆苦 我们确实要深刻的认识 我们不得不承认 轮回是痛苦的 那么众生 总是被这个汤爱 残赴 不得处理 没有追求异性 妄想昏灰 去追求异性 最后的苦果是痛苦 没有事 安乐口言 所以邪影的 等流果是 生生世世 变成贪心强烈的众生 跟潜意识一样 也是行邪影 所以行邪影的人 若转身为男人 会对女人贪得无厌 若转身为女人 就会对男人贪得无怨 如果转身为旁生 也是成为 积等贪心强烈的旁生 那么现在 甚至有些 修行人 也是一样 因为贪欲 极为之甚 一旦烦恼现前 如果是患了邪影行为 变得无产无愧 不管面对任何的 都 没有羞耻心 所以 慢慢的人会上出这个惭愧心 上出这个惭愧心 就会无恶不作 有些人可能不是故意的要生贪心 可是因为前世造了这个不清净的意 当果报成熟以后 不管自己再怎么努力 也无法克制这个贪欲 在华燕朱林 中有提到邪影的四种罪过 第一 常为所 淫夫子 亦为害之 以他人 欺行赢者 经常担忧被其夫所杀 就是 妻子如果去 行邪影 就担心丈夫 来杀他 如果去 跟别人的妻子邪影的话 就 担心 这个邪影的对象的丈夫 来杀他 那么以他人 欺行赢者 经常担忧被其夫所杀 这个 在新闻世界里面发生的非常的多 第2个 夫妻不慕 常共斗争 夫妻常常会吵架 有大部分都是这个问题 第3 诸不善法日日增长 以诸善法日日损减 善心不容易生出来 第4 不守护生 妻子顾掛 第5 财产 入耗 第6 有诸恶事 常为人所遗 被别人怀疑 第7 亲死之事 所不爱惜 亲戚朋友 善知事 离女而弃 第8 众怨家业的因年 邪阴者经常会结怨结丑 这些业 第9 生怀病中 死日地狱 第10 若从地狱中出来 为女 多人共一夫 若为男子 富不增洁 所以邪隐的后患 是这么的巨大 那为什么 容易行邪隐呢 那些无产无愧 卑鄙下泪 贪不厌阻 以及称转身为余姬 等旁生的人 容易行邪隐 而品德高尚的 有惭愧心的 就比较不会犯邪隐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 烦恼 在这个五族欧视 烦恼着非常的自盛 尤其是 魔女作弄人心 有些 在家男子 为女人 失去的钱财 依死性命 那么有些出家人 也为了女子 毁了别解脱界 甚至葬送的生命 性命 所以这个随行五毒烦恼 内心昏溃错乱 的时代 在这个 世间 烦恼极为强烈 内心的染污极其严重 真正祭祖亲近戒利的 这个 只有这些少数的高僧大德 所以 这个是我们要警惕的地方 而对贪欲的烦恼 很多人没有对峙能力 不要说是一般人 就算世间的勇士或是 智责 也被贪欲所践踏 所以 我们讲协议的这个果报 也是希望勉励大家能够 节身自好 让自己 在这一生里面 能够 保着这个亲近 的人生 临终的时候能够往生极乐 那么 对出家人来讲 刚才已经提过了 他必须要断除一切灰犯汉 只有这样才能够 文师修 修行佛法 那对在家人来说 完全断除不进行是有一定的困难 但无论如何应该要断除协议 尽量过亲近的生活 那么有些在家人 比较执着这个盈利的生活 或者对自己的配偶 不合心 但是既然是 透过当时自己的观察 在无数人中选择了 他或是他 那就要接受这样的事实 这样的英年安排 如果是抛弃对方 当然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那么 纵使你对自己的配偶不是 生翻喜心 也必须要透过修行 忏悔 没有必要为了满足意识的贪欲 做出违背因果的事情 总之 大家要知道贪欲的过患 并且断持不如法的行为 才能够 拥有今生来世的安乐 那么在《正法练处经》中说 若人作恶业 接得恶果报 肉意自恶者 如是莫尽恶 意思说 如果人造恶业 必定会感受恶果 如果想给自己带来安乐 千万不要去欺净恶业 要远离一切恶业 尤其要远离恶业 因为像杀生这种恶业 除了屠夫以外 一般人 不可能经常造作 当然一般我会误杀 一两个众生 可是作为贪欲至圣的异界众生 稍不注意 就会造下很多的邪淫恶业 这是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